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号为令和后 4月就成为了平成最后的时光 而不同于我们一般人对日本年号的五感 奥特曼 假面骑士和战队粉丝 对于年号是非常敏感的 新的年号意味着三个国民级特赦 即将进入新时代 尤其是奥特曼和假面骑士的粉丝 你更喜欢平成戏还是昭和戏 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先来讲讲昭和时代那些 来自M78星云守护地球的宇宙英雄们吧 任何一部影视作品 尤其是长篇系列 为其奠定基础走出第一步的人 都是最重要的 就像任何骑摩托的照片和影像 加上原作 时之三张太郎就能赋予灵魂 远古英二就是奠定奥特曼系列的那位重要人物 远古英二 1901年出生于日本福岛 小的时候想成为一名飞行员 于是在长大后就真的去航空学校上学 但很不幸的是 他们学校唯一一架飞机 和唯一一位教官 在一次飞行演示中出了事故击毁人亡 学校就只能关闭 远古英二就去了一家玩具厂打工 制造了不少身受孩子喜欢的玩具 如果远古英二就这么在玩具厂工作下去 那么他可能会建立一家像万代这样的玩具厂 但在一次跟朋友赏银花吃饭的时候 朋友与隔壁桌的人发生了争执 好心劝假的远古却意外地发现 隔壁桌的人都是拍电影的 再知道远古会用摄影机这种当时稀罕的器材 就邀请远古来当摄影师 远古英二也就此进入了电影界 进入电影界的远古英二摸爬滚打十几年 一直都来当摄影 终于等到机会拍自己的电影 但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 日本的电影行业都被政府严格把控 要求拍摄宣传美化战争的国策电影 而远古英二的此时作品 就是以夏威夷大海战为首的战争特色片 因为曾在玩具厂的经历 远古对于制作用于拍摄的道具十分擅长 拍摄的这部夏威夷大海战可以说是非常逼真 以至于二战结束后 美国军方才看到这部影片 始终都不相信这是由道具拍出来的 而是真实的战争画面 远古英二因而以协助战犯的罪名被电影界封杀 从此无法拍摄电影 但远古也是个很有骨气的人 你不让我拍那我就另拼蹊径 凭借自己在特赦这一领域的经验 成立了远古特殊摄影研究所 与东宝公司长期合作 协助东宝制作了大名鼎鼎的哥斯拉 1963年远古英二离开了东宝 在特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远古诸事会社 如此一来 新作的话语权就都在自己的手中 而不像哥斯拉那样全力兜归东宝 而远古公司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1966年推出 在国内颇有名气却少有人看过的奥特Q 作为远古空向科学特赦电视剧的第一部 奥特Q也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 以怪兽为主角的电视连续剧 故事中并没有来自光之国的巨人帮助人类 而是由人类自己解决怪兽带来的危机 而在奥特Q的基础之上 远古决定设计一个来自宇宙 不同于人类的巨大化英雄 帮助人类解决怪兽和外星人的问题 奥特曼就应允而生 最初奥特曼企划并没有需要 人类人间体变身的设定 而是奥特曼直接出现与怪兽战斗 战斗画面更是预定长达11分钟 但是这种奢侈的想法 对于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公司而言 显然是不现实的 因此为了缩减成本 奥特曼不仅得与人类融合变身 还有了只能在地球战斗三分钟的设定 奥特曼已经推出 就在日本掀起了一阵热潮 尤其是小朋友 每天都货在电视机前 看奥特曼打怪兽 第37万的收视率甚至高达42.8% 平均收视率也在37左右 而奥特曼的成功 也让远古音乐信心大增 让他打算做一部极具自己风格的奥特系列 其这个数字对于7月7日出生的远古音而言 即是自己的幸运数字 更是自己的化身 于是他将自己的星座主角命名为赛文 值得一提的是 赛文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奥特曼 因为赛文电视剧标题叫做奥特赛文 设定上虽然与初代奥特曼有相似之处 但世界观毫无联系 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赛文的人间体诛星团 是由赛文直接变成的 而赛文在地球上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胸前也没有其他奥特曼那样显眼的计时器 但在后来奥特兄弟概念形成后 赛文也成为了一名奥特曼 倾注了远古音乐几乎全部心血的赛文 在许多奥迷眼里 是最优秀的奥特曼作品 无论是想象力还是思想深度 都是奥特曼系列的巅峰代表 但对于一个主力观众是小孩的系列而言 赛文的故事并不讨观众喜爱 尤其是远古音乐为了讲好故事 减少到奥特曼打怪兽的时间 收视率一路下跌 跟初代平均37%的收视率相比 赛文的平均收视率只有20% 最惨的时候甚至来到了15% 远古音乐也因此大受打击 在1967年赛文完结后 远古音乐就再没有了制作奥特曼系列的打算 1970年1月 一代特色之神远古音乐在家中去世 享年68岁 这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特色剧领域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远古音乐多年来的努力 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后继者 在1971年 为了纪念远古音乐 远古公司决定重置初代奥特曼系列 而该作的标题就是归来的奥特曼 而担任本作导演的 是与远古音乐当年一起拍摄哥斯拉的 本多猪四郎 是一位与远古音乐一样 为特色做出杰出共性的大师 奥特曼的世界观 但奥特曼的人间体 从由黑布镜扮演的早田 更换为了日益混血的年轻演员 团自郎扮演的香秀术 而归曼到了第18季大战被蒙斯坦时 塞本前来帮助 送上了神器奥特手镯 这一幕不仅是奥特兄弟的雏形 归来的奥特曼也彻底成为了捷克奥特曼 当归曼到了尾声 奥特曼热度再度席卷日本 观众们要求续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艾斯奥特曼就此诞生 故事发生在捷克回归光之国的几年后 地球陷入了亚伯人和他的超兽威胁下 北斗星司与南希子成为了艾斯奥特曼 肩负起了拯救地球的任务 艾斯奥特曼可以说是第一次 将奥特兄弟这一设定完全展开 不仅有初代塞文和捷克 在初代最后一集登场的那位大人佐菲 也作为奥特兄弟的大哥 活跃在艾斯中 更是登场了奥特之父这一光之国领袖 极大扩充了奥特曼的设定 而艾斯里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斗与南希子 通过奥特合体变身的设定 至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能是不少观众喜欢过的第一对CP 在艾斯奥特曼中 远古相比过去更注重儿童观众 故事精彩的同时又不是娱乐 而艾斯繁多的光线技能也让战斗更加精彩 可以说艾斯奠定了之后 大部分奥特曼作品的风格 而将这种风格做到极致的 就是泰罗奥特曼 国内翻译成泰罗感觉还是比较帅气的 但在日语里就是泰狼的意思 前面加个灰直接变成了国产动画了 跟他这个接地气的名字一样 泰罗奥特曼的风格也是以娱乐搞笑为主 并没有赛文那样引人深思的剧情 多为积极向上的内容 泰罗作为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的孩子 在粉丝之间有着太子的称呼 也是奥特六兄弟中最小的 如果元古按照泰罗奥特曼的这种风格拍下去 奥特曼系列或许不会像如今这么命运多传 但元古还是选择做了一波死 而这波死就是雷欧 其实在不少奥迷眼里 雷欧奥特曼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看的奥特曼系列 但就是这部作品显现让元古公司破产 而其原因就是 元古将从归曼以来 奥特曼系列的受欢迎的点几乎全部抛弃 走回了赛文师的黑生残模式 一开始雷欧就家破人亡 在打败怪兽的过程中 更是遭到了猪星团魔鬼般的训练 战斗也以肉搏为主 这样的选择让雷欧一开始就收视低迷 中期为了挽回收视率 又将日本神话和文化融入到作品中 也选择了泰楼那样的喜剧风格 想要挽回一些低龄观众 但却偷击不成反噬一把米 反而葬送了之前积累的一部分观众 最后为了拍完雷欧 制作组不得不减少成本 直接把不仅昂贵的MAC队基地 在剧情中直接给炸了 让雷欧一个人孤惊奋战 雷欧的失败导致元古公司险些破产倒闭 这使得元古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敢拍摄新的奥特曼系列 但在没有奥特曼新作的这段时间 奥特曼相关书籍和商品却卖得非常好 因此元古又有了制作新奥特曼系列的想法 但是雷欧的失败历历在目 所以元古选择了一个成本较低的方式 做动画 1979年 元古委托日升动画 制作了首部奥特曼动画 乔尼亚斯奥特曼 这部动画的成绩超过了元古的预期 让元古有了制作新奥特曼系列的信心 本来元古想按照老的奥特曼风格来做新作 但是播放电视台TBS表示 都到80年代了 得加点新鲜元素 于是元古就将当时流行的校园剧元素加入 诞生了第一位人民教师奥特曼 艾迪 艾迪奥特曼一开始 主角施蒙是一位中学理科教师 还是一年一班的班主任 但因为校园剧情节似乎并不受欢迎 在艾迪第13话以后 施蒙成为了UGM全职队员 就再也没有校园的剧情节了 虽然在后期有加入女性奥特曼游丽安来挽回收视 但最终艾迪奥特曼的低迷收视 让电视台TBS失去了耐心 元古也彻底打消了制作奥特曼系列的想法 随着艾迪的完结 奥特曼系列沉寂了15年之久 等到奥特曼系列再度开启 已经来到了平成时代 而这一次让元古重新激起制作奥特曼信心的 不是日本的观众们 而是海外的粉丝们 1993年 奥特曼系列在上海东方电视台首播 一播就是四年 从初代奥特曼到艾迪奥特曼 当时的中国小朋友 第一次接触到了 这些来自光之国的宇宙英雄们 至今中国市场人是元古公司的 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在其他国家 与澳大利亚合作的葛雷奥特曼 以及与美国合作的帕瓦特曼 也是不错的作品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元古一二离开东宝创立元古公司时 因为没有资金 选择了与泰国相关的公司合作 得到了其老板的资助 也就是说 奥特曼系列一开始 就是用泰国资金做出的 而曾经在网上横伙的 泰国努哈曼奥特曼 并不是泰国侵权奥特曼的特赦片 而是由元古亲自授权 参与的特赦作品 而因为奥特曼系列一开始 就参与了大量的泰国资本 元古一二的儿子 元古搞在任时 又拉上了台湾香港 等一批电影公司投资合作 导致了元古公司 以及奥特曼的版权 至今还是一摊烂账 元古搞甚至因为 奥特曼1993年在中国热播 做好了中国版奥特曼的计划 而这个奥特曼 就是奈欧斯奥特曼 但这一切都随着元古搞 1995年去世 宣告终止 而元古一二的孙子 元古一夫成为社长后 元古公司决定 不走海外授权协力 来过日子的生活 将原定为中国版奥特曼的 奈欧斯的亮点设定 三种形态 女性队长等 写入了一个新的奥特曼企划中 寻找投资拍摄的电视台 而他的故事就放到下一期 平成时代的奥特曼再讲述吧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